- 中鋼昨天長紅超強,為什麼鋼鐵股卻漲不上來啊? 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這個鐵礦砂昨天是大跌的 第一個昨天是鐵礦砂大跌的 鋼鐵股我們本來說過去長期慣性 長期我沒有跟你講一兩天就長期的趨勢來看 大概七成八成都是跟鐵礦砂連動 所以你要整其他鋼鐵股怎麼漲上來 很難啊 除非鐵礦砂趕快一直跌 當然昨天的中鋼的大漲 一定會很多人告訴你 那就是利差嘛 這個我們直播也講過啊 鐵礦砂大跌嘛 那你中鋼的盤價卡是 假使可以維持高檔不墜 對你中鋼的盤價都不要掉 甚至還可以繼續漲 那百分之百利差可以擴大嗎 那你現在就看接下來 中鋼的盤價會不會繼續開出來 會不會繼續漲嗎 如果繼續漲你利差 這個理由絕對是成立的 這個我們以前花了很多時間講過 那如果你在看籌碼面的部分誰在買 外資跟投信都在買 幾乎多數時間都在買超嘛 那當然他就特別的強嘛 因為我們說影響股價的關鍵是什麼 籌碼 那你說 這個時候他這兩天怎麼沒有跟這個鐵礦砂連動 我剛才講 長期的趨勢 是連動的 但是 不是每一天都在連動 這個觀念我們講了很多次了 再來 他最近短期就籌碼面一直在加持他 他也很難跌嘛 因為畢竟股票是什麼 籌碼的因素 那你要 你要用什麼 什麼理由來解釋最近外資法人對他的眷顧 那就是回到我剛才講的利差 懂嗎 就是這麼簡單 那如果你發現中鋼盤價未來開始跌下來了 跟著鐵礦砂跌下來了 我跟你講這些外資跟投信就不會再買了 因為他們就看不到利差的空間了 那終究又回到什麼 跟鐵礦砂來 做連動 這樣解釋大家夠清楚嗎 那多數的鋼鐵股 目前都還是弱勢的情況 只有少數像這個中鋼比較強 那中鋼比較強的原因也跟我們前面談到的垃圾盤一樣 我說國際股市在創高 那被動型的外資進來台股但是買一些大型全資股嘛 台積電嘛 中鋼不就是大型全資股 所以是買他嘛 所以造就他特別強 那你說中鋼現在短線怎麼看 短線他是翻多了嘛 我特別把所有的均線都打上去 5日10日20日全部打上去 60日也打上去 請問這什麼形態 是來猶龍嘛 包括我前前在直播有畫過那個下降壓力線 他現在也是突破了 所以中鋼目前的趨勢 100%就是多頭嘛 這是多頭啦 那多頭因為有籌碼在這邊壓陣 你就不用太去care鐵礦砂到底要跌要漲 你這時候如果去看鐵礦砂大跌然後你就 放空中鋼 你懂我意思嗎 那就不太聰明 因為籌碼都在幹嘛 做多他嘛 你等到籌碼開始 賣超了 那中鋼才 有可能變弱勢嘛 懂嗎 玩個股要就個股本身的籌碼面跟技術面去觀察 這是非常重要的件事情 那怎麼來觀察中鋼昨天長紅之後呢 他來到這個前高壓力 前一波高點壓力嘛 注意他已經 全全息了 他來到前高壓力的部分 就看他能不能站穩這個前高壓力 如果可以繼續站穩的話 按照我們剛才教的方法 剛才這個 露股 上陣指數的看法 怎麼樣 過了一個高點再繼續往 下一個高點 下一個高點在哪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在今年6月的高點 他就有機會再慢慢上一個高點 靠 就是一個股票箱一個股票箱的概念 講清楚嗎 好那回過頭來 我剛才還是強調 鋼鐵股目前就是中鋼看起來最強而已 對 其他鋼鐵股 昨天中鋼大漲 對不對 我怎麼告訴我的會員 我告訴我全國的會員 鋼鐵股現在就只看中鋼表演 其他的鋼鐵股 你不用想 還沒有到全面發動的時候 就今天鋼鐵股又沒聲沒息了 昨天你看中鋼 大漲很強很爽 去買了其他鋼鐵股 就其他鋼鐵股今天都跌回來了 也沒漲 你要真的想買鋼鐵股的 我覺得你就只有一個選項 就叫中鋼 因為他目前是唯一 少數 我們不要說唯一 少數站上 月均線跟基金線的股票 你來看這個 這叫什麼 中鋼 你不要說基金線啦 因為我們都知道站上基金線才翻多嘛 對 我就問你他月均線站上了沒有啦 你起碼看到月均線站上才有機會出現一個反彈嘛 就像 陸股跟港股站上 陸股跟中國的A50指數 是不是站上這個所謂的月均線 上岸開代出現反彈 你最起碼要等他站上月均線嘛 當然整體的翻多是看哪裡 基金線 不只有他 大成鋼也是啊 上次有一集直播在跟你講 不鏽鋼的時候我們說大成鋼跟允強都還沒有突破 基金線嘛 有翻多嗎 沒有嘛 又連回來了 葉輝 曾經短暫的翻多站上了月季均線 但是這一天是誰拉的 隔日超 我們有講過嘛 直播講是隔日超嘛 隔日超的籌碼 我說就算他突破基金線你要都觀察一下嘛 我有這樣講吧 有 上次的面板不是跟你講 上次面板被隔日超拉過基金線啊 我請我全國的會員告訴大家 我告訴我全國會員 那是隔日超假外資的傑作 不要買會被騙 結果面板不是一路殺 一樣有道理啊 籌碼你要看是誰拉的 人家中鋼能夠這麼強誰拉的 這不是假外資吧 一路買 投信也在買 買的時間比較多啦 懂嗎 好 那葉輝現在情況不就是跌破了月季均線 那你就要等他再站回來嘛 如果月季均線這兩條一定都要一起要站回去 一定都要站回去 沒站回去就是沒翻多 這個什麼 巨橫 不要說基金線啦 月季線 有站上嗎 沒有 再看這邊 反彈破了基金線壓力 才又跌了回來 這都是弱勢的 鋼鐵股 東河鋼鐵 他多久以前跌破基金線你知道嗎 比中文還早在這邊啊 就跌破基金線了啊 你在這中間過程 任何一天去買他 到今天都還在破底的邊緣 有賺錢嗎 台股反彈的一千多點跟你有關係嗎 沒有 星光鋼 反彈有沒有突破基金線 沒有 海光 這千層最標的鋼鐵股 到今天 有沒有破底 有 有啊 所以 有時候你不要去笑 面板股的同學喔 你回過頭來看喔 如果你自己去買一些這種的 沒有站上 基金線的鋼鐵股 其實他跌的不會比面板 少喔 如果你一直笑人家買面板啊 好傻啊 一直買面板啊 一直看基本面 面板一直跌 一直破底啊 如果你同時你自己買的這種 在基金線下面的 鋼鐵股 小編你覺得這個跌幅好像 沒有比面板好到哪喔 沒錯 他突破基金線沒有 沒有 再看這個 衛伊茲 海剛衛伊茲 牽錢最強的嘛 好幾個月前最強的標股嘛 衛伊茲也慢慢要朝這個前提來挺進 所以你一定要怎樣 要買這些鋼鐵股 你不要看到中鋼一個人再強 你就 人家常說嘛 台積電以前就是一個人的武林嘛 拉基盤嘛 那如果在鋼鐵股現在來看 拉鋼盤嘛 拉鋼 拉鋼鋼嘛 這有點蠻聽 這不太好聽 拉中盤嘛 拉中盤 中很多耶 還是拉鋼盤好了啦 拉鋼 所以你要 真的要去買這鋼鐵股的部分 就等他 全面佔上月季均線 那我就會認為全面發動 這樣清楚嗎 清楚 啊這裡不鏽鋼的部分呢 現在在講鋼筋鋼板這些嘛 鋼鐵股的部分 那不鏽鋼的部分呢 我在我的會員午報 都有持續做追蹤跟分析 所以如果你想聽不鏽鋼的 今天我要先保留一下 下兩集有機會來講 因為 上次我們講過了嘛 我們還是要一些資訊留給會員嘛 沒錯 這樣清楚嗎 今天我們已經很佛心吧 鋼鐵股 多數鋼鐵股跟你講 那很明顯就趨勢 都還沒有翻多嘛 只有中鋼是多方趨勢嘛 那接下來就這樣 中鋼如果投信外資繼續嘛 那你可以期待看看什麼時候 中鋼可以把其他這些 阿斗拉起來 但要是出現 外資或投信開始轉賣 你要小心 中鋼可能沒辦法賭牆 他可能還被其他的怎樣 拉下水 好董哥 國際涅架創新高 但是不鏽鋼族群好像沒有董哥先前說的強勢 來來來 加法 加法 因為我們先前說 我認為 大概兩個禮拜前 我認為 不鏽鋼族群又跟著涅架 有機會 我說他成交量我回來嗎 對 我說我認為這一波應該會有蠻好的行情 沒錯 結果沒有像你講的嘛 沒有這麼 全面噴出嘛 沒有這麼強嘛 該打 可是 等一下 你打疫苗 打疫苗 我這樣打好嗎 等一下觀眾會說我在霸凌你 四個漢子 說錯看錯行情就要打 對不對 那不然這樣我每天打疫苗就好了 每天就不用罰啦 對不對 不可以 既然我們剛才講到不鏽鋼了 之前看錯了 就要處理 來 好啦 來 來 哈囉 我剛打疫苗 希望這麼大嚇 你懂嗎 好 被打回來 為什麼你被我打 對啊 為什麼 有時候 打到疫苗 情緒比較暴躁 抱歉 好了 因為上次有跟大家講 我們大概就這個地方 因為涅架剛漲上來的時候 我說涅架剛漲上來 有機會 會慢慢往上漲 那我當時就跟大家講 我們在直播的 我想你不用播VCR 因為看錯的地方 不需要播VCR了 侮辱觀眾也侮辱我自己 我們就說 你就去看 這個夜鑫 張遠這些 不鏽鋼 建倉 運倉 他們都 量都有出來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看好 不鏽鋼 再量滾出來之後 可以有機會 有一波行情 跟著國際的涅架 結果 國際涅架真的創新高 真的往上漲 對 尷尬 我們的不鏽鋼族群 卻變成個股表現 什麼叫個股表現 他其實也是有個股在漲 也 也不是每一檔都在跌 來仔細看 金剛是有漲的 不鏽鋼族群這個金剛是有在漲的 那你看他下面的成交量 就跟我當時講的一樣 他量是不是一路滾出來 那一路滾出來 股價就一路往上 我們一直講的鋼鐵骨我講過很多次不管是不鏽鋼還是正常的鋼鐵骨 那些鋼筋鋼板的 我說 量很重要 一定要量進來要量滾量 代表有人在玩 當時我講不鏽鋼是這樣 那你看人家還是很強啊 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弱的 有啊 龍鋼有沒有弱 章魚也蠻弱的 有沒有強的 金剛算強 還有這個 運倉今天的創下 波段新高 我們講的時候在哪邊 這邊 對不對 我們金剛講的時候在這邊 有還是有創新高 還是在這邊 忘記了 反正不知道 不鏽鋼在這個地方 應該是在這裡 有沒有創新高 還是有不鏽鋼創新高 那為什麼我要加法 因為我當時告訴大家是這個族群 我都認為可以 往上漲 結果現在是個股表現 有的強啊 有的弱啊 所以我們要替我們自己的看法 來做負責任 該加法要加法 那接下來怎麼看金剛 他是屬於最強勢的 這個族群最強勢的 今天爆出了一個波段最大量 他跟裂架一起衝高 那接下來怎麼看 今天高檔爆出了大量 大量低點可不可以跌破 不可以 那五日均線剛好在這附近 所以他就五日均線跟大量低點 作為短線 你減碼的參考 短線強弱的參考 至於波段呢 一樣啊 這種大漲股票上來 波段就看哪條均線 10日均線 那 運倉 我們當時怎麼跟大家講 我們說運倉 業興 這一類 站上月季均線的股票 包括張元 就以下方的這個月季均線當作支撐 只要震盪可以守住 那多方趨勢不變 我認為都還可以持續往上 這個兩個禮拜以前講的 對不對 那你看運倉有沒有守住這些所謂的月季均線 有 所以他多頭不變 所以他今天能夠再創高 你從成交量的角度就可以看到 這邊是不是連續的滾量 就當時我跟大家講不鏽鋼的滾量上來 後來量縮了 量縮就沒買盤了 最近是不是再度滾量出來 所以股價就往上了急功 所以你從這邊方來看 還是看得很清楚 不鏽鋼族群也好 鋼金鋼板的族群也好 你就一定要有量出來嘛 有量股價就強嘛 那月薪呢 我們講的時候也在這邊嘛 講完我們說這邊有出量了 結果現在量是怎樣 你看這個量喔 雖然今天稍微出量 但整體的量 是一路 一路怎樣 一路往下縮的 這邊比這邊還少 這邊又比這邊還少 那你回過頭來跟運倉就一樣嗎 不一樣 人家運倉是比前面還多 還比這邊還多了 金鋼是一路往上跑 這就是股價強弱的反應 那當時我們跟大家講業績怎麼看 看短期三條均線嘛 5日10日20日嘛 我今天直接給你看越均線就好 你說越均線如果可以守住 那多方趨勢還在啦 你 你有買的你還持有就去去爆 就看越均線嘛 跌破就轉弱 建昌 一樣喔 你是這邊出量對不對 結果量縮了 最近稍微增溫 但是也還沒回到前面的量喔 所以他就在這邊做一個反彈 其實說真的這些也都還沒 也都沒跌啦 如果你買這些也都沒跌 那你買到強一點的 都還有創高 其實也還好 那接下來 你要去觀察月季均線嘛 如果可以守住 他就還是維持多方趨勢嘛 還是有機會慢慢再往上漲 你有持有的還是繼續持有嘛 比較差的 比較需要道歉像是這個張元嘛 你看張元也是這樣 出量 結果量一路怎樣 萎縮嘛 所以他已經跌破了 一度跌破季均線 然後現在 也在基均線下面 像這種股票本來比較強勢的 後來轉弱跌破 季均線了 接下來翻多請問放在哪裡 季均線 你就要能夠重新站回季均線 這樣懂嗎 他是屬於比較弱勢 所以買到這張就比較衰啊 那前面這幾個都還是OK 那再來看 龍鋼 龍鋼也是有跌破 但是現在開始出量 慢慢是站回了這個月季均線 所以接下來觀察就是量能不能持續出來 然後能不能站穩月季均線 這就是對龍鋼最重要的課題 因為你可以看到前面很多 守住月季均線的股票 還是往上漲 所以月季均線對於 不鏽鋼來說就非常重要 那季均線沒站上去的呢 我們當時在不鏽鋼的那個節目 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允強跟大成鋼 他們都沒有站上基金線 大概在這邊吧 所以我說這種都不用看了 因為沒有站上基金線 有翻多嗎 所以整體的不鏽鋼 跟我當時看好 除了這樣 跟我看全面大漲 是有落差的 但是有些個果還是在漲 那有些個果還是在維持橫盤震盪 有些個果轉弱 那今天就特別再跟各位觀眾做個交代 讓你好好的去衡量一下 你手上是哪些個股 該怎麼去看 那最後還要跟大家講的問題 孽價創新高 為什麼 不鏽鋼族群沒有全面噴出 其實這就是我講的 我們看一個國際的聯動 我講過 我們是每天在聯動的嗎 不是 你不是在做孽價 你在做台股 台股本身有自己的大戶 有自己的主力 今天如果 這些大戶主力 不進來這些股票 這些概念股做炒作 這概念股要怎麼漲 我們大概看到 大漲的都是有爆量的 對不對 沒有漲的就是沒有量的 有沒有 所以 你要 我們如果要期待 這些 不鏽鋼族群真的跟國際列價聯動 在短線上 因為我們不見得每天聯動 在短線上 你就必須要有人進來 要主力大附進來炒 有人炒股價才會漲 就是這樣 可是你說長期趨勢 會不會聯動 會 今天如果 孽價持續噴到 我這個 打一秒手有點痠 這樣就會痠 如果噴到這個鏡頭看不到的地方 你覺得不鏽鋼族群 不會全面噴發嗎 一定會 這個就跟之前有一陣子 鐵礦砂一直在跌 鐵礦砂是不是很久就沒過高了 那時候剛開始跌了 可是我們台灣的那些鋼鐵骨還很強 你們有沒有印象 有 那後來當時就有網友問我 導航你不是說會聯動嗎 那為什麼現在沒有聯動 鋼鐵骨那麼強 鐵礦砂再跌了 後來呢 後來現在不就是鐵礦砂崩跌 所有的鋼鐵骨除了中鋼 全部都跌了 對 中鋼也是有跌啊 中鋼是最近比較強啊 中鋼前面的一個月有沒有跌 也是從四十幾塊跌到多少 跌到三十幾塊 對 怎麼會沒有跌 所以長期的趨勢一定會聯動 看國際行情報價就這樣 但短期實在是有太多難掌握的原因 包括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台灣上半週我們受到什麼影響 疫情 今天如果上半週沒有疫情的影響 搞不好這些不鏽鋼族群 就超級強 他們也曾經有反彈啊 也是曾經團中有大漲啊 後來都開高走低嘛 因為疫情還是有影響 所以 希望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分析 大家可以了解這樣的情況 短期趨勢最好的 結果 當然是跟國際報價有聯動 但有時候呢 又受到台灣本身 的 因素的影響 不見得聯動 但放遠長期的趨勢 一定會有聯動 這個像我之前跟你講的故事一樣 主人 魚什麼 狗 好龍哥 昨天 很強的鋼鐵族群 今天又都軟趴趴 鋼鐵骨不是都要硬邦邦嗎 有時候忘了吃藥 就比較多 藍色小藥 我三十幾歲怎麼可能就吃藥 你也在賤賤耶 對不對 有的有餒 有的有 不是 你現在這個節目是要咬什麼 不是股市節目 你是在幹嘛 你要聊藥 你試一下看醫生就好 也許 你這個部分就是你一直沒有女朋友 也許這個部分就是你一直沒辦法穩交的一個原因 穩交啦 穩定交往啦 你每次都是鋼交的狀態 剛剛交往的狀態 講清楚 一些話不能縮減 剛剛交往的狀態 你們不要誤會我 沒有開車 我是說小編很多時候都是剛剛交往的狀態 可是他沒有穩定交往的狀態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試車不如意 好啦 鋼鐵骨本來應該硬硬的 為什麼軟軟的 因為 鐵礦砂沒有找 有人就會跟你講說 可是 如果有歷差 或有歷差 我要說幾百次 我要說幾百次 根據你自己去對照歷史的走勢圖 鋼鐵骨幾乎都是跟著 鐵礦砂的報價 長矽啦 當然 短期不說 短期不用認真看 都長期來看 鋼鐵骨都跟著這個鐵礦砂的 價格有比較大的連動 對 至少六成至少七成的連動 那 因為鐵礦砂的價格很容易把鋼鐵骨的這些 比如說鋼筋這些 報價給拉低嘛 原物料在降嘛 那你報價也要跟著降啊 這才是合理的啦 因為 你的廠 你的下游那些客戶 他們不是塑膠做的 你懂嗎 他們不是吃菜 你知道嗎 他就跟你說 你原料鐵礦砂掉那麼多 你還要給我漲 不可能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鋼筋的這個報價都在往下滑嘛 再來有人說 明天 中鋼是不是要開盤價 對 你就看他能不能繼續調漲嘛 因為我上次就講過了嘛 如果中鋼一直漲盤價 一直漲盤價 那我就會相信他怎樣 相信他怎樣 相信他會漲啊 相信他有利差啊 懂嗎 合理盤 因為鐵礦砂在跌 如果中鋼你 還一直漲盤價 你厲害 你這支的 哇你鵝肉 所以他就會像這樣 現在因為大家預期中鋼的盤價會漲 預期人家預期 我不知道實際 那是他們講的 也不是我講的 所以中鋼就 一路往上漲嘛 因為你真的盤價往上漲 鐵礦砂往下跌 這利差一定擴大啊 你原料在跌 那你要想一件事情 中鋼好 一級棒 這上游的 他盤價給你漲 那對於那些下游的鋼鐵 鋼鐵廠商怎麼辦 那就不是很好囉 因為你還漲我盤價 我的成本要付更多嘛 結果我又 我那些下游的廠商 我更下游的那些客戶呢 又跟我說 原料在跌 你要給我漲價 不給漲 你沒空間 我不給你漲 那你會發生什麼事 小編這個應該不難喔 那代表下面那些 鋼鐵比較中下游的廠會怎樣 比較辛苦喔 對 因為你上游中鋼 漲盤價喔 你下游客戶又不給我漲喔 那我卡在中間變夾新餅乾喔 Bingo 這樣能不能解釋 就從基本面 從產業面來解釋 為什麼現在鋼鐵股漲不了 可不可以 為什麼現在鋼鐵股就只有 一個人在漲 一個人的武林 我們上禮拜講的嘛 中鋼嘛 中鋼 簡單從基本面 產業面的脈動跟大家做解釋 江頭嗎 好 來 那今天的回檔震盪會不會是 其實中鋼的盤價沒有要漲 可能開平盤 因為寶鋼是開平盤 中國的寶鋼開平盤 台灣的中鋼會不會漲 不知道 市場都說會漲 但是我是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就看看嘛 來 鋼鐵股 上次我們在直播有畫過這條線叫下降壓力線嘛 我們說中鋼要怎樣轉強就是突破下降壓力線嘛 另外我們在直播也講過他站上 在這邊的時候我們說他站上 站上所有的五日十日二十日均線形成這個四矮遊龍嘛 要不要播VCR 太侮辱了 中鋼講很多次了吧 播VCR侮辱觀眾 你們自己去尼泡上面查 在線上的觀眾都可以知道嘛 我們就告訴他 那時候我還開玩笑嘛 我還說什麼 也不是開玩笑啊 我就跟你講 如果你要買鋼鐵股 就只有一檔可以買 就叫中鋼 因為我說只有他 站上基金線嘛 其他的 全部都沒站上基金線 當然我講的是鋼鐵股 我不是講不鏽鋼 懂嗎 整個鋼鐵股啊 這些個股裡面 就只有中鋼已經站上基金線 那這個不是標準的四海遊龍形態嗎 對 就往上漲 那我們也跟大家講過了 中鋼就 一關接一關 他是一個股票箱的去往上連動 往上漲嘛 你看過了這個前高之後 再來挑戰下一個高點在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那這個高點到底有沒有機會來觸碰或突破呢 我認為接下來盤價就很重要嘛 你懂吧 就像我講的 你盤價如果再漲 哇 你這隻 鐵光沙再跌你盤價繼續漲 讚 那你獲利空間就有了嘛 昨天 昨天已經很多報紙媒體都在寫什麼 什麼中鋼啊 50年來最好的時代啊 對不對 最好的一年啊 獲利超屌啊 中鋼漲賽全部人都在講中鋼好中鋼棒 這是正常的現象 對 我也是今天就軟下去了嘛 這就是台股現在的續航力啊 昨天漲了一根 大家都哇 超棒超棒 今天馬上跌下去 不只他 這 他還算比較抗跌的 中鋼 大成鋼 葉輝這個幾乎把昨天的低點的快跌破 有的還跌破了 現在團式就是這樣啊 小屁你覺得這樣好玩嗎 不好玩 各位觀眾你覺得這樣很容易玩嗎 昨天開張轉牆的族群 昨天你一買 今天就套牢 甚至還跌破昨天的低點 沒有續航力啊 那為什麼沒有續航力 沒有量 沒有量 中鋼去看 所以 各位觀眾就自己看 中鋼就這樣一個一個股票向去挑戰 如果過不了 就在區間正 過了就下一步 像這裡過了就下一步 這裡跌下來 就回到這個區間 懂嗎 那這裡過了是不是就去往上跑 那如果沒過勒 回到區間 過了勒 再往上挑戰 就這樣看中鋼 這個圖我們解釋過了 我們再跟大家講過一次 那你來看 如果從均線角度來看 短線怎麼看中鋼 投信外資都在買嘛 那投信買超股票 我們就看哪條均線 10日 外資也在買 所以如果你講要做比較長一點的 就看哪條均線 月均線 做短的看10日 做長的 看月均線 跌破就轉弱 你就可以先出場 剛才提到量的問題 量有什麼問題 這個量到回來啊 董哥我記得你之前 小朋友講過嘛 你說鋼鐵股最大的問題 就沒有量沒有人吵嘛 現在中鋼有人進來了啊 量有沒有增加 有啊 有啊 所以它有沒有上漲 有 就跟我講的一樣嘛 有量才有降啊 那時候跟你們講 鋼鐵股是這樣嘛 量出來了 中鋼鐵股往上漲啊 但是 各位觀眾 如果你把鋼鐵股 中鋼 的成交量放大放遠來看 從今年3月來看 你有沒有看錯啊 你現在量剛才感覺爆出來的量喔 就這樣一咪咪啊 前一波的高年在這裡 這連的量都還比最近的量還大 那更不用講到這一波急漲的過程當中 3月份到4月份 這波大漲有沒有看這個量 有 各位你們自己從鏡頭上面再來看 量 雖然有出量 就是因為有出量 才有最近的漲勢 但是整體來看現在量 根本還沒有當時這邊的量 所以這就可以解釋一件事情什麼事 為什麼中鋼這裡這麼標 而最近 雖然是有漲 請問小編這個可以用標來解釋嗎 不行 這個叫做有漲吧 對 你甚至連說大漲 也還好嘛 就慢慢漲這樣 還漲 還漲 但45度角是漲最久的 最持久 你要知道 45度角這個角度是最持久的 你懂嗎 我懂 沒有人在90度的 90度就是標股 對 那個有時候很快上去很快下來 像防疫概念5就是啊 你不要一直笑 我在錄影你在笑什麼 對不對 我們講這麼正經的事 你在那邊笑 非常正經 懂不懂 有些觀眾也聽不懂在講什麼啊 對不對 我們要認真解釋給觀眾聽嘛 標股的角度 對標股的角度嘛 所以回到這裡來 有量 但是沒有之前那麼多 所以他長得比較溫吞 所以如果 你可以看到 這個中鋼 可以出現這樣的爆量 連續滾上去的 大行情就來了 懂吧 懂 如果在這之前 還是量沒有很大一直爆出來 沒有一直滾上去 那就屬於這種慢慢震盪往上 懂齁 看看其他 你看中鋒啊 為什麼中鋒比中鋼還弱很多 你從成交量不是看得更清楚 剛才人家中鋼起碼量 比這邊還多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量有沒有比這邊還多 有 中鋼 這個中鋼 這個量 好像沒感覺 沒量 更不用想 你看人家前面那個量那麼大 大成鋼很弱 那個量也是啊 有出來嗎 量比這邊都還小 這邊量比這邊都還少 夜輝 這樣有量嗎 沒量 最近兩個禮拜這樣有量嗎 在前幾個禮拜的量都還比最近還大 是不是跟中鋼就完全不一樣 那你看上次夜輝爆量在這個地方 股價強不強 強 這樣會不會看了 沒有量就不用來講 沒有量就不用來講鋼鐵股 除此之外 技術面也要配合 什麼技術面 要站上基因線 這講很多次了 就不用再贅述了 大成鋼有沒有 沒有 夜輝現在有沒有 沒有 大成鋼有沒有 人家沒有站上基因線 那你為什麼大長去追 對 就跟貨櫃航運一樣啊 三雄哪一個有站上基因線 沒有 那為什麼上禮拜 你要去追長龍 為什麼你要去追大成鋼 基因線突破沒有 沒有 中鋼 連兩天上漲感覺很強 一根長黑就殺下來 為什麼 基因線有突破嗎 沒有 王以龍老王極苦會投顧於所推薦 分析之特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潮沌 並與導航運行 散те 免錢 幻有 居然 約